今天想来跟你们分享的是政府普发6000元银行加码的懒人包 最高可以领到938元 哈喽,我是薰力 今天想来跟你们分享的是普发6000元的加码懒人包 在3月22号的时候已经陆续开放登记入账了 而部分银行也有推出加码活动 今天一起帮大家统认起来 让大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取方式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说你在寻找一个高活储数位账户以及信用卡搭配的话 我这边会推荐可以申卖联邦的Newbank 你今天是新户在首月可以享有10万块以内8%的活储利率 接着符合条件的10万块以内可以享有3% 它的条件就是你今天必须绑定联邦银行的信用卡自动扣角 并且每个月扣角金额达到6000块以上 但是就算你今天不符合任何条件10万块里面 一样也是可以享有2%的活储利率 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今天还没申办过的话 在专案代码部分输入SHINLI就可以在额外加码50元的全家购物金给你 这个数位账户非常适合你拿来搭配联邦的集合卡 你今天在国内可以享有2% 日本则是可以享有3.5%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如果说你这是新申办联邦的Newbank的话 在首三个月就可以享有国内4%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所以如果说你在选择一个禁格工退壳手组合联邦的Newbank 搭配上联邦集合卡 绝对是2023年的首选推荐哦 前面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普发6000元呢,有哪一些领取方式 接着呢,再跟大家分享到这一次银行所推出来的加码优惠 这一次普发6000元总共五种领取方式 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登记入账 而第二种呢,则是ATM领线 而第三种则是邮局领线 第四种则是直接入账 第五种则是造册发放 在于直接入账以及造册发放 它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 那最详细的资讯啊,我都会放在资讯来 而普发6000元的领取资格 包含了国内现有国籍的国民 还有呢,112年12月31号之前出生的新生儿 还有呢,像是取得居留许可无户籍的国民 以及呢,取得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 在于领取的时间啊,目前只有登记入账是可以开始执行的 3月22号的时候开放登记入账 而在22号以及26号之间啊 会依照你的身份证尾数呢,进行分流 在3月27号的时候,则是开放了所有的民众进行登记 3月20到25这段期间则是开放偏乡造册 民众啊,必须到当地的派出所进行登记 只是有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 ATM领线、邮局领线还有入账的日期呢 目前都是还没有确定的,这些日期呢 都必须等待政府另外的公告哦 接着就来跟你们分享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的 登记入账有哪些加码优惠啦 在跟大家分享之前呢,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现在有非常多的诈骗网站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想要登记的话呢 请认名政府的网站 政府的网站呢是6000.gov.tw 他是6000哦,不是6OO或者是其他数字 如果说你担心被诈骗的话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者是呢,直接透过下面的连结进行登记是最安全的 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政府那边并不会主动提醒你要进行登记 所以你只要有收到主动提醒的简讯啊 通通都是诈骗 在于登记入账的部分 你必须准备的东西包含了健保卡的卡号 身份证以及居留证号 还有呢你的银行账号 首先第一家银行呢是LINE BAND 目前的活动是高到112年的6月30号 你今天登记入账只要选择LINE BAND 就有机会可以抽到一台iPhone 14 128G的手机 接着第二家是兆丰银行 目前的活动是高到112年的4月7号 你今天呢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抽刷卡金 那条件呢总有两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必须绑定呢 LINE官方的个人服务 第二个则你必须在活动期间内累积消费 达到你抽奖抽到的金额 这个活动比较特别的是啊 他并不需要你登记入账选择兆丰银行 只要你今天是兆丰银行的卡友呢 都可以直接参加 你今天可以抽到的抽奖金啊 包含的6元、66、666以及呢6000元 接着第三家则是台信银行 目前是到112年的4月30号 你今天老是登记入账或者是ATM连信啊 选择台信银行 并且呢首次绑定台湾配呢 就可以获得100点的台信Point 这个活动是需要登陆 并且他限量5000名的名额 接着则是远迎Banking 可以目前是供应到112年的3月31号 你今天呢只要在3月的时候 透过连结开户呢 就可以抽100点的LinePoint回馈 如果说你今天是旧户 并且之前有透过连结申办的话呢 只要在登记入账的时候 选择远迎Banking呢 一样也是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抽奖 这一次呢算是远迎Banking 提供给我的独家加码 我自己觉得啊 这个中奖机会应该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说你之前啊 本来就有在考虑远迎Banking的话 或许可以参考看看这一次的加码方案 那你今天只要透过连结申办 除了可以抽100点的LinePoint回馈之外呢 还可以想要半年5万块2.6%的活出物利率 而他呢会在次月的21号开始祭席 而超出5万块的部分啊 零门槛、零条件 都可以想要1.185%的活出物利率无上限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小资资物或者是资金大户 远迎Banking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接着下一家银行则是国泰释滑 目前的活动是从112年的4月15号 一路到5月15号 你今天找到符合条件 并且在活动期间内 利用国泰Cube卡在指令通路上面消费的话呢 登陆就可以想要3.5%的小数点回馈 他的条件就你必须在登记入账的时候呢 选择国泰释滑银行 这3.5%是属于迭加式的 包含了切换到集精选想要的3%小数点回馈无上限之外呢 在额外 迭加上这次普发6000元想要的0.5%回馈加码 而在其中加码0.5%呢 每个人的回馈上限是200点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4万块 他指令通通包含了全联、全家、还有来有付 他会在112年4月6号的时候开放登陆 而在每个礼拜四的时候呢 开放2万名的名额 总活动上限则是10万名的名额 如果说你在上述的三个通路里面 在利用指定行动支付消费的话呢 回馈就可以直接再上升到4.5%的小数点回馈哦 而这些指定通路包含呢 Apple Pay、Google Pay以及呢 Samsung Pay 所以如果说你本来就很常在这些通路上面消费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这次加码也算是还蛮不错的 这张信用卡呢 目前是高到112年的6月30号 你现在四大指定通路上面消费 都可以享有3%的小数点回馈无上限 除此之外 你今天只要登陆到活动在指定通路上面的回馈呢 就会再往上提升 目前这些活动是高到112年4月30号 包含呢 缴纳保费可以享有3% 指定行动支付消费可以享有4% 还有呢 日韩新泰这四个国家可以享有5% 以及呢 中油自盈加油可以享有6% 还有呢 售票平台可以享有7%的小数点回馈 如果说你今天还没删备过这张信用卡 新户透过零年申办符合手刷底的条件呢 就可以享有700点的小数点回馈 而旧户符合手刷底 则是可以享有50点的小数点回馈 接着则是将来银行目前是高到112年的5月31号 你今天老是新户 并且在登记入账时候呢 选择将来银行 利用将奖卡单笔消费买1688就可以享有500点的回馈 这个活动你今天必须在112年3月15号到3月29号之间开户 并且完成绑定 除此之外 你今天老是新户呢 透过零节申办 就可以享有90天5万块以内3.505%的货出利率 所以啊如果说你都存好存满的话呢 90天就可以领到438元的利息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新户啊 有参加到普发6000元的活动的话呢 再搭配上他原本所推出来的新户回馈 最高就可以享有938元的回馈哦 我自己觉得如果说你今天是将来银行新户的话 这个活动是还蛮值得参加的 如果说你以前是旧户登记入账选择将来银行 并且在活动期间啊 利用将奖卡认刷一笔的话呢 就有机会可以抽中6万点的点数 那这个6万点呢限量实名的名额 当然如果说你真的不想要想那么多的话 其实你可以选择高活出的数位账户 直接把钱丢进去里面 也会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而且暴利的解决方式 那我这边推荐几家活出利率比较高的数位账户 首先第一个就是联邦Newbank 目前就逛到112年的7月20号 你今天老是新户在首个月10万块里面可以享有8% 接着你今天老符合条件 10万块里面可以享有3%的活出利率 那我说你今天就算不符合任何条件 10万块里面一样可以享有2%的活出利率 那我说你今天还没申办过的话呢 在专单代码部分输入SHIN LI 就可以在额外独家获得50元的全家购物金 接着第二家呢 则是华南的SNY 目前的高到112年的12月31号 你今天里面卡在10万块里面 都可以享有2.3%的活出利率 那我说你今天还没申办过的话呢 透过1年申办 并且呢在额外申办 SNY的信用卡呢 就可以获得300元的开户礼 以上呢就是我整理出来有关于登记录障加码的银行啦 目前呢超商也有推出ATM零线的加码 我这边一并分享给大家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利用ATM零线的话 你必须准备的东西 包含了健保卡的卡号 身份证以及居留证号 还有你的提款卡 在于SABEN的部分呢 它在加码包含了指定你要买一送一 像是City Cafe的大杯美式 还有呢Cappuccino 以及呢黑糖珍珠状奶跟冰淇淋红茶等等 还有像是指定商品买一送一啊 以及指定商品买二送二等等 接着在于全家的部分呢 则是可以想大杯单品美式 或者是拿铁满一送一的优惠 那最详细的资讯啊 我一样都会放在下面资讯啊 最后想问大家 你对于这次补发6000元银行的加码满意吗 一我觉得还不错 二我觉得还好没感觉 三我觉得没有很好 四其他 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今天影片就跟你们放到这边 喜欢这支影片呢 比较蛮喜欢或订阅我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做 每次上线的影片想要观众有更多生活动态 都欢迎FOLLOW INSTAGRAM 或是这样的粉专 也可以叫会员往左创更多精明 有两篇文学医院 我们下期见咯 快步 其实呢我今天原本是想说 诶我跟吉时通一起拍好了 但是我都就发现 诶普发6000元好像没有一个 完整的一个篇幅 所以我就想说好 那我就把它当成一支独立的影片来进行拍摄 这样子大家如果说要找资料的话 可能也会比较方便一点 那其实我的部落格已经写好了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搭配图文 我的部落格应该也会是一个蛮不错的参考方式 或者是呢我的instagram图文 我觉得我整理也算还不错 至于视觉文字作为吸收比较快速的方式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instagram图文你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你可以先追踪我instagram图文 像是我很多的虾皮独家的折扣码 都会先发在ig的限动上面 所以如果说你不想错过的话 可以先追踪我的instagram 那普发6000元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呢 说实在就是加码的东西比较普通 但是我觉得会这么普通的原因 有可能是因为这次的时间都没有办法给一个确定 那银行那边也会很难去协调说 所以我的活动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安排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时间也变来变去 然后就是没有办法确定一个详细时间 那银行那边就会很难去做一个活动的规划 我自己觉得可能是这样子啊 就是以上是我自己的猜测 所以大家可能才会觉得活动好像都很普通 不是抽奖啊就是就是什么抢名额等等的 就是我觉得抽奖大家就是抱持着不会中的心态去登记就好 然后贵中就是额外有一个小缺陷 那基本上都是不太会中的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因为我抽奖很少会抽中过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不太抱期待的 所以我才会觉得这次江南银行 或者是国泰市华 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优惠方式 那当然原银Banky我觉得他抽奖 算说也是抽奖 但是名额我觉得算是很好得到的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赌看看的话 其实原银Banky的中奖几率应该会是最高的